而凯达格兰学校校长金恒卫今天举行了新书发表会 他的日本书内容非常的特别 是金恒卫剖析了胡适以及英海光 这两位近代自由主义大家面对独裁的态度 就连前台大历史系教授李永赤都称赞说 金恒卫掌握了不少连他都不清楚了第一手的史料 让他对于胡适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凯校校长金恒卫前书的手没有停过 他出版新书面对独裁胡适与英海光的两种态度 从历史事件深入解析两位近代自由主义知名学者的差异 争取言论自由争取党禁 争取人民有抗议的权利 全部从1949年自由中国开始 不管胡适不管雷震不管英海光 基本都是蒋介石的牺牲者 只是每一个人表现的态度不一样 我迷上胡适迷了很久很久 虽然宫文这里面书写了很多那什么 他的这个不谈的事情 他在谈那什么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那我是那什么也不能认同了 李永志大力推荐 还说里面有不少连他都不清楚的第一手史料 金恒卫用30万字 考证同样的胡适从吴国真案到雷震案 自由主义者立场是否转变 而他与遭到蒋介石迫害的英海光 又为何在面对蒋政权时的态度有所不同 书里头还提及当年监委被提名人陈时梦的爷爷陈布雷 陈时梦特地带来爷爷珍贵的从政日记首次曝光 曾经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他 也被主持人彭文贞力拱出马参选台北市长 我觉得他应该往逃到 当台北市长我觉得也不错 如果真的要我选台北市长 他要先帮我办服务款餐会 说话算话 我至少帮你办十场以上好不好 现场掌声不断 也让金恒卫的新书座谈会话题不断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